我们先来关注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 今天开始将先后登陆台湾和福建 专家预计其影响将超过前段时间登陆的灿红 中央机样台昨天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苏迪罗96个小时的路径预报图 紫色的线就是预测苏迪罗可能会行走的路线 阴影部分就是它可能会影响到的地区 从强度来看苏迪罗与上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灿红很相似 但是气象专家表示苏迪罗影响范围会更大 因为灿红只是在舟山岛屿登陆随即进入了海上 而苏迪罗则可能会进入内陆 像华南东部江南东部以及江淮这一带都会产生较大的风雨